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上了Dr.Elene的这个亲子教育课程之后 让我领会到讲说 生孩子一儿真的不是天生天养那一回事这样子 就是我们原来做父母的 也要学习去怎么样做一个父母 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的小朋友 用怎么样的情绪 用怎么样的沟通方式 父母就要父母真的是很鼓励你们来上这个课程 你们会发觉到真的生孩子不是天生天养那一回事 参加这个设计之前 其实我也曾经去网上或者书本 读过很多关于育儿的道理 可是总归道理方法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 用在孩子的身上 通过这个工作坊我学到了不一样的方法 跟孩子沟通 除了用口头上来沟通 思想上的沟通也会影响孩子不少 所以我很感谢ProMission Organized 这个工作坊给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我发觉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我说上的那些seminar 而是单方面的 这个是一个快完整的seminar 那有DOTL给了我们很多工具 也给了很多机会我们运用这个工具 在我们的partner 跟我们的孩子身上 所以这个也给了一个很好的opportunity 给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孩子 也释放了一些 怎样应用那个工具的那个方法 so in the future 我会更加的organized的方法 来method来handle这些的所谓的问题吧 我觉得其他家长应该来参加这个course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 其实我很多年了 我一直在找这些parenting的course 可是我有去听一些课 然后心灵课也有去听 可是我找不到一个真正适合我的教育方法 虽然是我们去听他们会讲 可是我不会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做得到 我一定要改变我的教育方式 在这两天学到很多 以前我都是要求孩子 要做什么改变和期望他们很高 其实上了这个课程我才知道 其实要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父母亲 本身也是要改变很多 这个课程真的是不只是帮助到 就是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更有方法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然后比较用更好的方式跟孩子一起成长 学到要怎样了解孩子的心声 要怎样去跟他们口通 所以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立场去跟他们讲 这个应该怎样做 其实我们也是要给他们机会 讲出他们的感想立场 他们应该做 所以我们需要接受 不能就是好像以前的年代一直的 你应该要这样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学会放手 给他们去闯一下 然后他们才会长大 就是一家人就会有同一个方向 如何去栽培孩子 而且让我们整个家庭的感情会比较融合一点 我是一个不大会跟孩子们口通的爸爸 帮人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可以帮助到我很多 在这方面 可以跟孩子们的关系会更加融洽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课程 但是我觉得我获益良多 我觉得他对我一生都会受用 谢谢Promission 欢迎订阅 因为 Shaumbi 永万这样 fera 爹 如果 败 城 princip 09 想 第一